Hello,大家好,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送不停 现在很多人呢,这个居家和这远程办公的需求越来越多 那因为各种原因吧 然后需要居家办公和这远程办公 那公司的电脑呢,又不能带在身边 怎么办呢 那必须要有一个远程遥控开关的一个方法 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个手机端通过一个APP 然后发送指令到电脑的网卡 然后通过网卡启动电脑自动开关器 不用按这个电脑的电源都可以实现的 那么这个办法呢 比我上一次分享的那个办法又升级了 那这个办法是不用添加任何的硬件的 包括这个开机棒 包括这个遥控开关,什么都不需要 它只需要在电脑上做一些设置 和路由器上做一些设置 那么即可轻松的实现这个居家和远程办公 那配合远程软件的话 就可以用手机和电脑 控制公式的电脑 好的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 首先我们来到电脑 大家看一下 那么做这样一项设置的全题是 大家看到我的右下角 看到我屏幕的右下角 全题是一定要用这个网线连接电脑 就是从路由器连接到电脑 假设你用WiFi连接电脑的话 这个功能是没办法实现的 就目前的技术来讲还不能达成 所以说必须要用网线连接电脑才可以的 OK,这个设置的步骤 有点长 总共分了六步 我们一步一步来讲 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先设置这个BIOS 那么我们开机进入BIOS 每一个主板它的设置是不一样的 但是无非就是两大类 我分别给大家讲一下 第一类 就是这个 这个是华硕主板 大家看到 这个是华硕主板 那么我们把这个PowerOnByPCI-1 也就是WakeOnLane 这个功能 必须要给它打开 一定要给它打开 主板假设不打开这个功能的话 是没有办法实现远程开机的功能的 因为这个原理来讲的话 就是通过远程链接路由器 给网卡发送一个指令 那么它的主板必须要通过这个指令 不然的话被主板卡住了 那就没办法 没办法实现这个功能 那第二个设置来讲的话 就是这个 打比方这一个 这个是居家主板 居家主板打开 或者在电源管理的下面 最下面大家看到 这里有一个ERP 有一个ERP 那么这一个很多默认是开启的 那我们必须要给它关闭 设定 我们必须要给它关闭 不然的话它会干扰我们的指令 OK 这个就是这个BLS里面的一个设置 那么第二个 我们要在网络链接里面设置 OK 我们放大镜 搜索查看网络链接 打开以后 这边这个以太网 我们点击右键属性 这个地方 IPv4 这个地方 点右下角这个属性 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不要动 不要改 有很多大咖 这个地方要设置 手动设置什么什么 包括备用DNS什么的手动设置 我这个办法不用 不用 必须是自动获得 你不要自己什么东西设置 设置以后 这个功能是实现不了的 OK 那我们要设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拿以太网 我们点击 右键的这个属性 OK 我们打开这个地方的配置 这个地方的配置 这个地方的配置 我们点高级选项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打开三个 打开三个的一个功能 那首先第一个 我们是这个网络唤醒的 关机网络唤醒这一个 这一个的话 这边的值 必须是开启 必须是开启 很多默认是关闭的 第二个来讲 我们找到下面呢 有一个 魔术风暴唤醒 这一个 魔术风暴唤醒 这个也必须是开启状态 也必须是开启状态 那还有一些电脑的话呢 它的系统啊 大比方Win10啊 Win10以下的版本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要开启来 有一个叫WakeOn的一个开关 WakeOn的开关 也是这个地方要开启 开启以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确定就好了 这是第二个要设置的 第三个要设置的 就是在这个界面不变啊 右上角这个电源管理 大家看到电源管理 我们点开 点开以后 这边三项全部要打勾 全部要打勾 必须要打勾 第一个是允许计算机 关闭此设备 以节约电源 第二个 允许此设备唤醒计算机 第三个 只允许换数据包 唤醒计算机 那有一些大咖呢 他们是最后这一项 不用选的 他们也可以达到这个功能 但是我这个方法 我希望是大家都要勾起来 不要到时候弄不成功 OK 设置好以后 确定 这是第三步 第四步的话 我们要设置电脑的防火墙 同样是放大镜 我们搜索 我们搜索这个高级安全 打开Windows防火墙 它的高级安全 打开这个界面以后 打开这个界面以后 我们在这个入站规则这里点一下 入站规则 我们要设置入站规则 点一下 点一下以后 你看大家 大家看到这个下面有很多 很多项 我们不管它 我们不管它 我们只需要设置 我们需要的就可以了 我们点右边这个地方的操作 下面这个地方 新建规则 我们点一下 新建规则 OK 到这一步 到这一步 我们要建什么东西 我们要建单口 这个地方选第二个单口 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点下一步 下一步 这个地方 大家就看到 有个TCP跟UDP的一个设置 这两项我们都要设置 都要设置 我们一步一步设置 我们先设置TCP 下面这里特定本地单口的 我们选9 这里一定要填9 这里一定要选9 OK 我们下一页 这个界面就是允许链接 不要变 然后下一页 这个地方呢 就我们勾选专用跟公用就可以了 下一页 名称的话 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设置一个就可以了 打比方这个手机开机 那我们点完成 OK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已经有一个手机开机了 就是我们刚刚建的 那我们还要再建一个 同样是选单口 同样是选单口 再建一个 那这个地方我们选第二个 UDP 这个单口还是一样的 我们选9 选9 OK 我们下一页 这个地方还是允许链接 下一页 那我们选这个专用跟公用 然后下一页 这个地方名称也是一样的 手机开机 OK 我们点完成 好 大家看到我们这里有两个 有两个刚刚新建的 手机开机 那一个是TCP 一个是UDP 这两个都必须要建 OK 防火墙我们设置好了 防火墙设置好了 那下一步呢 我们要设置我们的路由器 OK 我们打开浏览器 我们进入我们的路由器 OK 我用的是华为的路由器 WS5200 四核版的一个路由器 那不管什么路由器来讲 设置都是大同小异的 我们登入我们的路由器 OK 登入路由器 我们选更多功能 选网络设置 好了 在这个界面呢 我们要进行两项设置 第一项 就是这个DHCP服务器 我们一定要把它打开 有很多是关闭的 我们一定要把它打开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下面这个进退IP地址绑定 我们要新增一个 新增一个 就是把我们目前 我们目前以太网用的 这个IP地址 跟这个MAC地址 做一个绑定 并且启用 那怎么绑定呢 我们就在这里 新增一个点加号 在手动输入 不管它 那这个MAC地址 跟IP地址呢 就是填我们刚刚的 那一个 我们填刚刚的 那一个 就行了 MAC地址 这个中间是空格 中间是杠也好 还是冒号也好 都没所谓的 都是可以的 你填上去它自己会变的 那IP地址也是一样 填好以后 我们点确定就可以了 那我已经设置好 我就只是演示一下 我就只是演示一下 有一些内容器 跟我这个不一样 那它可能设置的是 叫什么 ARP 或者那个 IP 斜杠 MAC 绑定 找到这一项 都是一样的 那上面的这个DHCP 那都有的 大家自己找找 你们的内容器里面的设置 就可以了 好的 那最后一步 来到我们的手机 OK 来到手机单 大家看到 我已经下载好了一个APP 你们直接到你们手机的各个应用市场 下载就可以了 它的名字叫 WakeOnLean 就是这一个 W-A-K-E-O-N L-A-N 这一个 那你收了以后 它会出来很多 那你自己选一个就可以了 选一个那个下载 次数比较多的 就行了 那我习惯用这一个 大家看到 这个白色的 它的图标白色的 然后这里是一个关机的 开关机的按钮 在这里好像一个手电筒 朝上一样的 就这一个就可以了 这个是已经可以完成我的 我的任务的一个 OK 我们打开它 好了 这个是我之前已经建好的一个 这个就是我的Mac地址 那我们要新建怎么办呢 我们点右下角的这个加号 OK 到这个界面 这个点右上架手工输入 那到这个界面以后 我们要输三个东西 我们要输三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这个 MAC的这个地址 就是Mac地址 目里地址 输进去 也是一样的 中间这个帽号还是横杠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第二个就是你的IP地址 就是你现在这个电脑上网的IP地址 第三个端口在那个地方9 一定要填9 不能填其他的数字 因为我们之前在前面设置的 的单口就是9 不能不能填其他的数字 填其他的你这个地方是没办法 唤醒成功的 那交代一句 前面设置的话 我们为什么选9 因为其他的端口 有可能被其他的设备占用了 你这个地方要设了其他的话 跟其他的设备有冲突 也不行的 OK 那这个填了以后 下面呢 这个可选这个可以不填的啊 没事的 不用填的 填完以后 添加设备就行了啊 我这里只是做演示 我已经添加了 OK了 使用怎么使用呢 很简单啊 只是有一个全体条件 就是说你目标电脑 你所要遥控开关机的电脑 他必须是在通电状态下 那还有一个就是 他所处的这个 就是他的他的网线连来漏油器 必须是开通的啊 漏油器也不能断电 也必须是开启状态 不然的话你这个指定发不过去的 OK 那用的话 方法很简单 直接点唤醒就可以了 直接点一下唤醒 那下面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啊 有一个提示 你唤醒 或者说点这里也行 那点一下 这里也唤醒 那你要不放心 你可以多点两下 都没关系的 其实他电脑只要一个信号 成功了 他就可以开启的 OK 今天这个方法呢 是最低成本的 那只是在这个电脑跟内容器 设置一下就可以的了 他的部署虽然多 但是大家严格的按照我的部署 来做的话呢 保证100%成功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